自称年过六十的普通老头的陈宇航 令人惊喜地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 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 小镇生活指南 距离他上一本书的出版 已经有三十二年之久 有名懊悔没能更早准备 要不然即使只能考上最后一个志愿 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离开家 离开港镇沿走高飞 陈宇航从他出生成长的东部小镇为舞台 轻描细写 六十年代的那个小镇里最寻常的人物 他们的日常生活 以及人性里优微的情思 比较从容舒缓 呈现了生活本身 在缓缓流淌中所显现的意义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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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